好,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那我今天要把六祖谈经 剩下的最后四章 最后两章来把大家讲完 现在剩下的就是机缘品第七 顿剑品第八 护法品第九 副主品第十 宣招品第九 副主品第十 那么今天的进度 我想就把机缘品第七 跟顿剑品第八讲完 那也许不会花到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在往下面讲 也讲不完全部 下周再讲的时候 怕东西就太少了 好,那就是这样 我今天就把机缘品跟顿剑品第八说完 那么上次讲到的机缘品呢 是讲到永家元爵 永家元爵禅师少席经论 经天台止观法门 那么天台止观法门 天台中智者大师 有这个同盟止观 小止观 也有大止观 就是摩合止观 那智者大师的止观呢 就包括禅定的修行 当然更包括更多 般若智慧 以及佛法的智慧的这个观 的这个佛学的理论 所以是中国大圣佛教 天台中的一个大的这个宗派 天台中的核心的思想 好我们这里不谈这一个部分 那么永家元爵禅师说他自己应看维摩经发明新地 那么这点就非常的好 那么 慧能的弟子玄策 玄策的角色好像就是常常帮师傅这个到处去参访其他的高僧 那么互相交流 也让其他的高僧了解他的师傅慧能的禅法的智慧 好这个永家元爵禅师呢 跟玄策 这个讨论 与其聚谈 深入的讨论 出言暗和诸子 发现这个永家元爵禅师的理解 跟慧能以及慧能之上的这个禅宗的宗师们 思想上面的这个智慧的境界都非常的符合 好 那这里头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 因看维摩经发明新地 那维摩经绝对是一部对六祖谈经 有深远影响的佛经 那么当然慧能并没有在这个谈经的前后的叙述里面 说过他研究维摩结经 或是阅读维摩结经 好像也没有听 没有看他写过说 谁念诵 维摩结经 给慧能听 但是呢 整个六祖谈经的精神 我们说除了是 愣结经的 直接实践的智慧 以及 金刚经的 无相境界的智慧 之外呢 这种六祖谈经 许多大开 大合的说法 可以说很多都是跟 维摩结经 思路是一致的 但是不只是一致的 可以说根本就是维摩结经里面的东西 那么在六祖谈经 这个再一次的重现 比如说 那比如说净土的观念 维摩结经就说 菩萨心净 即佛土净 根本不需要到某一个西方极乐 净土 那么 这完全是谈经的意思 也完全是维摩结经的意思 还有这个坐禅的观念 实力佛焉坐临终 在那里面打坐 那么维摩结居士经过了 为啥你在做什么呢 他说我在打坐 我在禅定 我在入定 这样子 维摩结就告诉他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你心静 智慧打开 自信清静 这样子呢 就是 维摩结居士就跟舍利佛讲说 你这个智慧打开 自信清静 不起二分想 不做分别心 那么念念这个 念念清静 念念般若 这就是真正的禅定 也就是对维摩结经而言呢 经典所主张的 其实就是直接以佛的智慧 佛的行为来行为我们自己 而不必要挂答任何特定的修行的形式 那么也不是不可以有修行的形式 而是任何的形式也都是随作用 随扫 没有必要执着停留在那一个形式当中 比如说停留在打坐 停留在念经 好 这个维摩结居士 这样子跟舍利佛讲话的方式 内容 这完全就直接等于六祖谈经 这个做产品 所说的 这个禅定 就唯论智慧 不论禅定解脱 心静就是禅 不乱动就是定等等 的这个文字语言 可以说就是同一套的语言 所以呢 可以说 维摩结经很多的东西都直接呈现出来 成为六祖谈经的直接的内涵 所以我在讲六祖谈经的经典的依据上 除了是这个达摩传愣且 红忍大唱金刚经以外 维摩结经事实上是最重要的第三部 这个六祖谈经所依据的经典 因为维摩结经的这种更大开 大和的气象 气魄 这个是大圣经典里面少有的 维摩结经事就是这个智慧第一 并且在维摩结经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神通的事迹 大谈特谈神通的事迹 那么而且不吝惜于做这些神通的视线 那其实就是要说一个 不要受到具体的时间 空间的概念的束缚的世界观 那些都是意想的分别 那么其实在佛菩萨的威力下 这些现象呢都可以被 被超越 被打破 所以维摩结经呈现了一个这个更自在 更自由 更没有束缚的佛学的境界 在这个境界里面 就是一个大气魄有大信心的这个修行的行者 就做一切你正常该做的事情就好 不要有任何的成就的念想 当然这就是金刚经的无相境界的精神 所以就是大自在 大自信的修行者 自尽其意的简单生活 日常生活 那么就是最有智慧的生活 好 那么因为玄册看到 勇家玄决禅师 确实大概就是得了 维摩结经的 一些智慧的内涵 而六祖坛经呈现的也是 维摩结经 深刻的智慧的内涵 所以发现他 这个与其聚坛 出言暗和诸祖 好 测云 忍者得法是谁呀 你是哪个老师教你的 那么玄决说 这个我听方等经论 方等就是阿含时 方等时 这个般若时 华言时 法华时 华言经做的这个区别 就是在阿含经系列之后的大圣经典 叫做方等经 所以就是 我听一些大圣的经典 各有诗诚 后遇维摩结经的时候呢 悟佛心中 未有证悟者 那么确实一直都有这个各个不同的经典 有禅师在讲授 好像道病没有说哪一个修行的团体在弘扬这个维摩结经 在比较明显的这个记载有哪一个师傅在讲授 那么其实 那其实维摩结经呢 确实是不容易讲的 因为其他的经典呢 或者提供明确的知识 或者不讲知识讲故事 但是有明确的用意 比如说法华经等等 这样子 但是维摩结经呢 本来就是一个这个维摩结居士把佛陀坐下的几大弟子一一给辩解 难倒了的一部智慧超越超越再超越的大佛经 所以不是对佛法透彻深刻 全面了解的僧人 那么应该是这个不方便轻易的讲授 所以呢 玄觉呢 也没有谁来教他维摩结经 就是自己阅读自己体会 误佛心中发明心地 没有谁可以来跟他讨论 从而印证 玄策说 威英王以前吉德 威英王以后无师自物 竟是天然外道 那意思就是说 还是要有老师互相印证 否则很难保所理解的是正确的佛法 也许变成了外道而不自知 好 玄觉说 愿忍者为我证据 也就是印证 玄策客气 就是要引导他跟他的师父见面 我言亲 我的老师六祖大师 四方云集 到处都是来向他学佛法的人 如果你愿意去的话 那么我可以跟你一块去 玄觉就来到了这个慧能的身边 但是呢 玄觉呢 因为有唯魔结晶 大开大合 大气象 大自信 一切不利 全部都打破 的这一种的这个气象 所以见到慧能的时候呢 绕师三扎 正习而立 就是也不讲话 把一个这个姿态 这样子 而这个姿态呢 就是一个大自信的姿态 慧能说 沙门聚两千微移八万细行 也就是非常谨慎 非常客气 但你呢 却生大我慢 请问你从什么地方来 请问你从什么地方来 好 这个 从什么地方来 他当然可以回答我从什么地方来 不过这种日常的问答 就没有必要发生在 有智慧的大禅师 见面的场合 见面机缘不易 一上场 直接就是疾风 就是最核心 大家共同 最关心的问题 直接拿出来 互相印证 所以就说 生死势大 无常迅速 可以说 所有的 学佛者 就是因为面对 这个问题 因而来学佛的 因为一生 有限 呼烟 就过去了 结果呢 如果 什么都没有学到 那再度轮回再来 又浪费 一生 所以 只要有了 有情众生的 一生 得到了 人生 就应该 把握机会 快马加鞭 尽快修行 能够了脱生死 这个了脱生死呢 是让自己 能在生死上 自主 做 自己做主人 从而 充分地运用 有情众生 的 这一个 身体 这一个 生命 在人间 那就做 许多该做的事情 在另外的世界 也做许多 该做的事情 总之呢 每一个 形式 每一个 阶段的生命 都要 好好的 把握 好 所以 玄决这 简单的 两句话 就说明了 这个 要做的 就是 这件事情 就是成佛 这件事情 就好像会能 见红人 我是来做佛 不知和尚 叫做别 叫我做什么 别的事情 我是来学 祝福的 慧能说 何不提取无声 了无诉乎 那其实呢 玄决的 这两句话 慧能可以从任何角度 来做回应 慧能这个回应 的用意 其实就是 测试 玄决 在体正佛法 自信 清静 的 智慧的 体正的 境界上 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所以 借由一个 做功夫的问题 告诉他 你何不这样 做 告诉他 你何不这样 做功夫 以便来追求 你想追求的境界 何不提取 无声 这个 了无诉 这样子 那么生死 世大 那么达到 涅槃就是 无声 法忍的境界 那么就是 一切杂念 妄念 人我执 法我执 都不执 的 无声 法忍的境界 那你为什么 不提取 这个 无声 法忍的境界 了无诉 因为讲无常 迅速 把他给 这个 解脱 掉了 好 诗曰 不是诗曰 玄觉曰 体极无声 了本无诉 玄觉这个回答 就像慧能讲 得 菩提本无诉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成哀 你叫我体 取无声 了 无诉乎 体是一个动词 了是一个动词 体是一个功夫 了是一个功夫 就好像 时时情浮事 莫时惹成哀 是功夫论的 进入 慧能要玄觉 做功夫 从功夫论的 进入 来面对生死 世大 无常迅速 玄觉呢 反而仿照 慧能的 这个 纪文 就 从 这个境界论的 进入 来回应 慧能的 功夫论的 提议 体极无声 了本 体极无声 了本 无诉 所以呢 也不必体 也不必 了 本来就是 不生 不灭 本来就是在 涅槃 极尽的状态 哪怕我已经 出生了 有了人生 哪怕 我有烦恼 即烦恼 即菩提 哪怕 我在 救度众生 不说 救度众生 即非救度众生 视为救度众生 所以 一法 不利 一切向不利 本来就是涅槃 做的一切事情 都可以做 但不必说 重点是 不要停留 不要执着 这样就 一件又一件 一件又一件的 不断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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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没有 坐享 那这才是 一个智慧的 生活的 写照 好 慧能 非常肯定 如是 如是 两个人 经过这样的印证之后 互相了解 玄觉呢 也 接受了 慧能的 这个 禅师的 境界 就 尊敬 肯定 于是乎 方句 威仪 礼拜 这个时候 才正式的 向 慧能 行礼 续告辞 礼拜完了以后 就要走了 诗曰反态 诉乎 那么 对于 玄觉而言呢 本来就是来 印证的 不是来这里 挂单的 不是来这里 学习的 不是来这里 讲课的 不是来这里 弘法的 印证完了 缘分呢 就 获得了 获得了 就进行下一个缘分 所以就可以离开了 不会在这里 粘置 挂答 幻想得到什么 额外的 奖品 肯定 奖状 荣誉 等等 所以就要走了 慧能说 反态诉乎 这句话也可以是 日常人的 普通的 礼貌上的一句话 太快太快 多留一下 多留一阵子 这样子 玄觉呢 又把慧能的 这样的一句话呢 又当作了 一种 这个操作上的提议 所以呢 他就 又进入了一个 这个 疾风的状态 本智非动 岂有素也 他又从 无相境界的角度 来回应 反态诉乎的 提议 反态诉乎 那就是 要多待几天 那 那 玄觉就说 本智非动 岂有素也 本就是 自信 自信就是 本来就在 涅槃的状态 既然本来就在涅槃的状态 行柱坐卧 都是 非动 所以也不必用素 不素 来 匡限地 认识他 因为那都是一种 分别心 所以 玄觉说 我没有分别心 本字 非动 所以没有所谓的素 会能心想 好 那我们就继续 疾风下去吧 既然你说 非动 请问 谁知 非动 总之呢 一法不利 静默是最好 最好的 那个 达摩问 神光理 神光理佛一拜 达摩说 你得我的骨髓 一句话不坑 这是最好的 一句话不坑呢 唯摩结居士 跟 这个 文殊师利 菩萨 两个人在讲 空性的智慧 文殊师利 讲了一堆 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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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完了以后 问唯摩结居士 我讲了这么多的空 那也请您 来为我们开示一下吧 唯摩结居 嘴巴 闭得紧紧的 一句话也不说 文殊师利 菩萨说 对 这个 连说 都不说 这才是 真正的 正空的 境界 好 那么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 就是因为 玄觉说了 慧能本来就是说 反太疏乎 可以只是一个 真正的 生活上的 礼貌上的 提议 多待一会儿 但玄觉要进入 无相境界的 言语 疾风当中 既然你已经 要进入这个 疾风 慧能也跟着 在疾风里面 玄觉说 飞动 飞动就已经 飞动了 慧能就 聊拨一下 谁知 飞动 那玄觉如果 来回答说 谁知 飞动 那 那个人就 动了 玄觉如果 回答 慧能 是玄觉 自己知道的 飞动 那么 玄觉就 动了 但玄觉没有 掉入这个 陷阱 反而说是 慧能 你 老师 您 忍者 自身 分别 因为他要讲 那个自信的 境界 是本自 飞动 飞动 就飞动了 没有说 谁在 知飞动 你问我 谁 知飞动 是你自己的 分别 所以我并没有 掉入你 问题所设想的 脉络里面 给一个符合 那一个脉络的 答案 知识性的 答案 如果我给了 那个知识性的 答案 那我就 中了你的 这个圈套 等于我自己 在那里 起 分别心 谁知 飞动 的 分别心 但我没有 所以呢 反而是 老师 你 忍者 自身 分别 好 慧能说 嗯 辱圣的 无声之意 确实是 能够始终 这个 不起念头的 二分 好 玄觉 认为 此时 地雷 还没有拆掉 可能这个 引线还埋着 两个人还在 打 疾风的 状态下 你说我 胜德 无声之意 也可以是 日常语言的 真的 客气地 褒奖我 但也有可能 你又是一次的 语言的 疾风 所以我 再度 还是 守着 一法 不利 不起 任何 分别的 自信 本来清净 根本 涅槃的 思路 来回应 说 这个 无声 岂有意也 既然是 涅槃 那就是 无声 法忍 既然是 无声 法忍 岂有意也 因为 慧能说 辱圣得 无声之意 无声之意 就是没有意了 但是 但是既然说了 无声之意 那就好像说了 有一个 意了 所以 玄觉就是说 无声 岂有意也 好 你讲 无声 岂有意也 你这样讲 也是对的 但是 慧能呢 既然你一直在 疾风 那我们就继续 疾风下去 看你什么时候 一不小心 这个 自以为 赢了 落入了圈套 你说 无声 岂有意也 那你就是说 无意咯 那既然无意 谁当分别 那其实 没有人在分别 就算 有人分别的话 玄觉这个时候 讲 分别 意非 好 在这里我要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样的一段谈话呢 同样是 维摩节经里面 这个 有经历过的 有记载的 一段谈话的文字 而且文字十分的 类似 所以我几乎可以说 这个 六祖谈经 在很多的文字的内容上 其实 其实就是 借由 维摩节经 里面 维摩节 居士的 超级的智慧 来 这个 呈现 谈经的 内容 也许 这就是 会能 自信流露 出来的东西 那么也许呢 是 编六祖 谈经 的神会 和尚 从这个 维摩节经 里面 截取出来的 段落 那么成为 这个 会能讲话的 内容 那这个 我不晓得 但是 会能 当然是有 这样的 智慧 所以 会能自信 流露出 而讲出来 那这也是 绝对可能的事情 这 这我们就不必多做 分辨 只是我要指出来 这就是 维摩节经 的 思路 甚至是 文字的 风格 本来就 已经有的 内涵 好了 最后 善哉 少留一宿 好 我们炒完了 那你 过一夜再走吧 一夜深了 那么 永家玄诀呢 就果然 过了一夜 但是呢 第二天也就走了 十位一宿诀 当时的人就说 他是 一个晚上 跟师父 印证 就开悟 就觉悟 所以叫做 一宿诀 后来 永家玄诀 玄诀禅师 写正道歌 也是很有名的 这个禅宗的 著作 作品 盛行于事 内容智慧很高 诗曰无相大师 实称为真诀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机缘品的文字 智皇 参 礼过 无阻 红忍 那么 已经受到红忍的肯定 那么是一个合格合法的 智慧开悟的 禅师 但是他呢 一直在 这个 自己的寺院里面 打坐 修行 了二十年 那么 惠能的弟子 玄册 到和硕地方 听到 黄禅师 打坐这么久 的 这个名声 所以 去拜访 上来就问 如在此 做什么 黄曰 入定 好 这个 六祖 谈经 一直都 讲 不要打坐 打坐 不是开智慧的 这个关键的因素 我刚才也讲过 唯摩诀经 也明白地 讲 因为透过唯摩诀经事跟这个舍利佛在里面打坐 就说打坐不是成佛的关键 自信 清静 不起分别心 这就是真正的禅定 有了这样的禅定 行住坐卧 日常生活 都是处于禅定的状态 所以不必要一直坐在那个地方 这样子 但如果一个和尚 也是有这样的了解 但他还是愿意打坐 那这也许也就是他个人的 这个 今生的修行脉络的特定的音乐 因为禅定或者是打坐 他也是属于 勇猛精进的项目之一 那么打坐的时候呢 这个当然是心里要有心地功夫 心性功夫 念头上修行的功夫 念头清静 打坐才会有效果 而所谓打坐的效果 那就一定是身体的效果 气脉的打通的效果 感官知觉的更加灵敏的效果 甚至得到了特异功能 神通的能力的效果 而有这样的能力呢 那将来需要运用的时候呢 那也是大大的有用处的能力 所以呢 这个身体的神通的能力 透过打坐 其实也确实是可以开发出来的 所以打坐并没有 所以打坐并没有什么不对 打坐也是很好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并不反对 我们也不能够去反对 某一位师父禅师 今生的修行 二十年打坐 三十年打坐 他能够静得下来 做二十年三十年 外在世界万元放下 这样的定力呢 那也是相当高的境界 但他也可以入世 弘法立身 人间佛教 行菩萨道 也可以走这样的一条路 所以走哪一条路呢 其实都是和尚自己的发愿 自己的脉络 好 那只是会能呢 更多的是要走 智慧开悟之路 而不是身体气脉 畅通 神通 这个开发神通的 这个打坐 修行之路 那只是要强调 这个神通开发了 气脉畅通了 一样是要来行菩萨道 做大功德之用 的 好 这个 玄册问他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 黄曰入定 玄册就问了他一堆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 这些问题呢 都是多问的 乱问的 白问的 问来呢 导弹的 扰乱 智慌的 情绪 心情的 如云入定 有心人焉 无心人焉 有心人焉 无情 如果是无心人 那么 草木瓦石 这些无情 也可以入定 如果你是有 如果是有心人的话 那么一切有情 寒事 那就表示动物 也可以得定 这个问题问的 不合常识 也不合逻辑 所以我说 这就是来扰乱 因为 智慌呢 就是打坐 入定 功夫一流 看看他是不是 真的一流 智慌 理都不理 这个问题 我正入定时 不见有 有无之心 这是趣事 否则又如何入定呢 这个宣策 还不放过 既然不见有 有无 之心 即是常定 那么何有出入 若有出入 即非大定 这也是自己随便乱假设 随便乱问的 所以 黄呢 这个 无对 良久 我认为智慌的无对呢 是 搞不清楚你在问什么 我也不想花力气 就直接问 师事 师事谁也 你老师是谁 选择回答了 那么 你的老师以何为禅定呢 我师所说 妙占缘吉 体用如如 五印本空六成非有 不出 不入 不定 不乱 这就是无相境界 无我相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的境界 这也是 维摩结经 讲的境界 这个 成佛的念头 也不需要有 涅槃的念头 也不需要有 那么做任何事情 就是去做 就对了 那么 一切现象的世界 如金刚经所说的 本来就是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因作如世观 但不妨碍 现象是梦幻泡影 我们却在梦幻泡影的 现象世界呢 行佛之行 救度众生 做该做的事情 所以呢 不定不乱 好 玄策继续说 我的老师说 禅性无助 离助禅 疾 禅性无生 离生禅 想 这样子 也就是 不助禅 不生禅 禅性 就是自性的本身 自性呢 就是一个自主的 自信的 自在的 自由的 主宰体 当然 可以自由自在 做什么 都可以 但什么 都不是绝对 都不是固定 都不是必然 所以 无助 就是你应该 你可以做一切的好事 但不要停留下来 看自己所做的好事 并且智得意满 当然你更不需要去做恶事 因为你又不执着任何恶事 任何什么 所以 禅性 就是自性 是无助的 既然无助 就无所谓 助禅 的 涅槃极尽的境界 就不需要去提这个 同时也是无生的 所以呢 要离生禅 想 就是你要禅定 但你不要觉得你在禅定 你就是自性亲近的 面对生活的一切 无挂岸 这样就对了 心如虚空 亦无虚空之量 黄文是说 那么就愿意来见慧能 慧能跟智皇 简单的谈话之后呢 两个人互相肯定 后来呢 这个 慧能呢就跟他更多的说了一些 会能体会的东西 就让智皇呢 又有了更高的一个开悟 二十年所得都无影响 好像是说 过去二十年所得到的东西 都不如今天晚上 的这个影响大 这样子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就是我意思说 我不认为他过去二十年的打坐 功夫是浪费的 也许那二十年打坐 累积的身体的神通的定力的功夫呢 就为了今天晚上的谈话 向上一击 向上一念 一波 那么智皇禅师呢 就会得到大功德 大不可思议的功德 其也河北四树 闻空中有声吟 黄禅师今日得到 皇后礼慈 复归河北 开化四众 所以我说 他打坐二十年 更会能简单言语交流之后 智慧更加的打开 之后可以贺担更大的如来家业 独立弘法 开化四众 好 再下一个 有人问 慧能 黄梅意志什么人得 那大家都知道是慧能得嘛 但慧能如果说我我我我我得 那好像小朋友举手要领奖一样 这样的回答就没什么意思了 黄梅意志绝对是给一个有 有境界有正量的 弟子学到的 所以慧能就说慧佛法人得 那这句话完全是正确的答案 但也有点像totology 当然是慧佛法的人才会得到黄梅的意志 好 这个和尚就说你说慧佛法的人 那你会不会呢 其实 问的人就是要逼问 慧能 慧能 承认自己就是得黄梅意志的人 但慧能觉得这样的问跟答呢 没什么意思 甚至呢是有一些粗鲁的 所以呢就不正面回答 所以当客人问他 那你得佛法了吗 慧能 当然得佛法 但 如果直接说我得了佛法 又好像不到那个异味 那个味道又很不纯熟 很不精彩 干脆说我不会佛法 嘴巴说我不会佛法 眼睛里头透露着完全掌握佛法的智慧的光芒 胸襟里头呈现着 就算我说我不会佛法 难道我就不会佛法吗 重点是问我问题的人 你自己会不会佛法 如果你会 你就知道别人有没有得佛法 如果你 没得到佛法 那么你也不知道别人 究竟得到佛法了没 所以别人如果跟你说他得到了佛法 而你自己就没那个程度 你也没办法判断 因此跟你说我得到了佛法 等于亵渎了我自己的境界 所以我也不必跟你说我得到了佛法 重点是你自己有没有得到佛法 重点是我自信我自己得到了佛法 所以我嘴巴说什么 你都不必当什么一回事来听 好 再下一个故事 有一位很会塑像的这个和尚 那么 跟 慧能有一段的交流 就帮慧能塑了塑像 然后呢 慧能呢就把佛沙送给了他 他呢就把佛沙分成了三份 一份呢就披在那个慧能的塑像上 一份自己留着 另外一份呢就用这个植物的叶子 把它包起来 埋在地里头 说以后俗世姻缘 会有人在这里重建庙宇 那那个人就是我的来世 这样子 那后来果然 有一个叫 多少年以后 有生为先 修殿绝地 得意如心 等等 好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这故事比较没有特别的这个禅法要说 下面简单的两句话 是一个有趣的记文 沃伦禅师得意的 沃伦禅师得意的念了一首 自己的记文 沃伦有伎俩 能断百思想 对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常 嗯 这样说是很好的 就表示他有 般若的智慧 断百思想 那一些杂念妄念 都断了 对境心不起 那一些别人的是非 善恶 狗屁刀招的外境种种诸事 都不与之相应 心不起 那么他的般若智 菩提心 就 护持的 很好 日日 常 会能听文之后 批评 慈祭为名心地 一知而行 世家戏 什么意思呢 是凡 无相境界 直接讲境界呈现 不讲做功夫 讲做功夫 多半是 对质执着 对质执着而做的功夫 反而掉在执着里头 或者说 还受到那一个执着的束缚 限制 也就是断百思想 对境心不起 这两句话 还受到百思想束缚 还受到静的束缚 所以会能要呈现的是 直接在境界的状态下 呈现自己的修行 所以会能说 会能没伎俩 不断百思想 对境心术起 菩提 菩提 做么长 会能没伎俩 就跟前面讲的 菩提 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一样的意思 会能没伎俩 就当然有菩提心 当然有清净的自信 但你不必去执着他 认为自己有 你要去运用他 然后忘了自己有 直接做该做的那件事情 才是他的呈现 佛没有整天告诉别人自己是佛 佛也没有整天告诉自己说自己是佛 佛也没有整天写书法写佛这个字 佛就是不断的告诉别人佛法 做佛的事情 这样子 所以呢 慧能没伎俩 不断百思想 对境心术起 这个 不断百思想 是不断 百杂念吗 当然不是 而是没有妄念杂念的 清静的自信的日常生活的种种事 该吃饭就吃饭 该睡觉就睡觉 这种认识呢不能断 断了你就命绝了 对境心术起 菩提做么长 维摩结晶去说不生不灭 什么法不生 什么法不灭呢 这个恶法不生 善法不灭 这才是不生不灭 这话说的干脆 所以 不要摆出 好像 一副在做功夫 做修行的 样子 其实就是直接做就好了 所以不断百思想 对境心术起 指的必然就是正确的思维 善法不断 然后呢 行善之行 行佛之行 对境心术起 菩提做么长 所以我们可以说 谭经就是 回归日常生活 忘了自己是学佛者 做日常生活该做的事情 是一个非常 人间性的佛教 非常属于每一个人的佛教 每一个人都可以 来做这个修行的功夫 好 机缘品我们就讲完 那我们现在进入 顿剑品 第八 顿剑品呢 透过蓝能北秀 交流的事情 和神会禅师 的故事 神会禅师的故事 来 藉由顿剑的观念 再度切入 那其实顿剑的观念呢 已经不需要 再做太多的 这个分辨 慧能六祖谈经 关键的就是 打开智慧 般若智 般若分 菩提心 行善 救度众生 那 这一个 般若智 菩提心 就是智慧的作用 所以顿呢 就是顿这个智慧 顿悟这个智慧 不其分别心就是一个顿悟 但这个不其分别心的 般若智慧呢 也确实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件一件的突破 累积起来的 这个一件一件的突破 累积的过程 是一个建修的过程 成长一定是建修的 但成长的那一刻 一定是一个智慧的开悟 那么说为顿也是正确的 所以本来就是顿法也可说 剑法也可说 好 这个 祖师居曹西宝林 神秀在金南御泉 两宗圣化 人称南能北秀 南北二宗顿剑之分 学者莫之中去 南北二宗 南北二宗是否 大家知道 有南北二宗有顿剑之分 什么时候开始 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但是呢 神秀 神会禅师 是 确实是 大力的提倡 南顿北见 以二分南北 建立大家的 认识南宗的形象 这确实是 历史上神会 建立起来的 南宗禅的形象 好 世卫众曰 法本一宗 这话是对的 人有南北 人有南北也有东西等等 法籍一种 剑有池籍 剑有池籍也是对的 何名顿剑 好像说 不必特别立顿剑 那其实呢 这是慧能的话 神秀在六祖谈经的编写过程 当中 就是刻意的 要立顿剑的区别 法无顿剑 人有立顿 顾名顿剑 那么 法可以不立顿剑 但人呢 却有立顿 那神秀 神会的意思也是 那南宗是立 言下之意 北宗是顿 我们不在法上立顿剑之别 但是我们要坚持人 有 这个 立顿之别 好 顾名顿剑 好 这其实不重要 接下来 神秀的图众 计讽 会能不识字 神秀 告诫他们 会能得无师之志 就是有无师自通 之志 身物上乘 无不如也 无祖师清传 依法 其突然灾 无恨不能远去亲近 虚受国恩 因为在朝廷 做国师 根本就不可能随便离开 如等诸人 无至于此 可往曹西 以参觉 就命门人至诚 你聪明多志 那么你去听听看 替我听听 如果你得到一些好的东西 记清楚 回来说给我听 至诚就去了 到了曹西 随众 听讲 一开始不言来处 不知怎的 会能知道了 公开场合说 有道法之人 潜在此会 至诚就乖乖站出来 把自己为什么来 一五一十地 禀告 给慧能听 慧能呢 这个不知道是打击风 还是呢 这个 确实呢 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指控 就说 如从欲全来 应是细做 志诚说 不是 为什么不是呢 我刚刚都已经 全盘拖出了 没有任何的隐瞒 我只是之前 还没向您报告而已 所以如果我继续隐瞒 那我可能是细做 但我没有隐瞒 我已经完全报告了 所以呢 不是细做 其实是不是细做 这根本不是重点 重点是 不同的禅法 会能说 你的老师怎么教 我的老师教 好 助心观静 常坐不握 慧能说 助心观静是病非常 常坐居身于理和意 好 助心观静是做功夫 因为是做功夫 所以还有功夫必须对质的执着 所以呢 还受到那一个执着的束缚 所以会能说 助心观静是病非常 就是病症还没解消 还在对质的阶段 所以不是达到最高境界的状态 所以助心观静 你要做功夫可以 但也正好说明 你还在有病的状态 而不是已经完全无病了 要完全无病 一个念头放下 就可以 因为自信本来清静 此外 身体的打坐的姿势 跟智慧的开悟 本来就是两回事 常坐居身 身与理合意 所以慧能说 你听我讲 身来坐不握 活着的时候人都是坐的 工作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死了以后就躺下去了 也不会坐下来 死去握不坐 总之呢 就是我们的身体 因为不同的时间 有不同的坐相 握相 如此而已 一副臭骨头 何为立功课 那什么是功课呢 开佛之见 悟佛之见 这个开示悟入佛之之见 用佛之见 行佛之事 这才是功课 所以不是把力气用在 处理我们的肉身 是坐 还是窝 的问题上 也就是禅定 打坐可以 它不是目的 目的还是成佛 成佛就是行佛之行 佛不是整天打坐 虽然佛也会打坐 佛最重要的是 弘扬佛法 救度众生 所以呢 打坐不等于行佛行 至成再拜 我在那边九年 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领悟的境界 所以 您这么一说 让我的本心 完全掌握到 本心就是我本来有 其实每个人都本来有 重点是 你有没有那个自信 自己做自己的本心的主人 南中禅呢 南中禅呢 就是 猛力的地方 就在于 让 学 南中禅的禅师呢 能够 即刻 敢于 自己做自己的本心自信的主人 敢主动 行佛行 而不是还在 做工 而不是还在 做功夫的阶段 所以至成说 我本心 掌握到 气慧 弟子生死世大 和尚慈悲 和尚大慈 更为交世 这个 我既然掌握了本心 让我就要好好的 这个行佛行 希望能够快速地得到 更高的境界 和尚灵慈悲 再多教我一些吧 好 慧伦说 我听说你的老师 也在讲戒定慧 那他是怎么说的 你说来听听看 成曰秀大师说 诸额莫作 名为戒 众善奉行 名为慧 致敬其意 名为定 好 神秀讲的戒定慧 就是做功夫的戒定慧 诸额莫作 是戒 众善奉行 做的都是 善事好事 这当然是智慧 然后呢 自己澄清自己的念头 致敬其意 这当然就是定 所以怎么定呢 致敬其意 怎么会呢 做善事 怎么戒呢 不要做恶事 好 慧伦说 慧伦对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当然是不满意的 但我要强调 从做功夫的角度 戒定慧这样解答呢 也是完全正确的 不会有什么不对的 好 但慧伦呢要提升一个档次 就不从做功夫来说 而从做功夫达到境界上来说 好 但既然是达到境界 达到境界了 那么直接展示就好了 也不必说了 说是一物即不重 所以呢 说了也要把它扫掉 所以慧伦 打算说 说之前呢 先把自己要说的给扫掉 无若言有法与人 极为狂辱 但且随方解伏 假名三昧 这是随方解伏 随神秀的方子 他在哪里执着 我帮他解伏 这样子呢 是一个更好的 学佛的秘诀 三昧 辱师所说戒定慧 已经是很好不可思议 但我的戒定慧呢 不一样 好 志诚说 诶?戒定慧只有一种啊 怎么还会有不同的呢 慧伦说 你老师的戒定慧大圣 我的戒定慧呢 最上层 小圣大圣 最上圣 总之呢 我的区别就是 前面讲的是 本体功夫 后面讲的是 无相境界 一种功夫论入 一种境界论呈现 误解不同 见有此极 无所说法 不离自信 就是 自信就是 生性含生同意真性 但是为课程所染 大家本来都是佛 本来都有自信 自信都是清净 自信都是如佛一般的智慧 展现它出来就好 所以我说法呢就是 把这个东西直接展现出来 如果离开了这个佛性的自信 离体说法 名为相说 也就是说相 也就是说表面现象 因为是表面现象 因为是许多的妄指 所以你们才需要做许多的功夫 去对峙那一些妄指 可是这就表示你们还在妄指里面 所以自信是长迷的 那其实呢 一切现象都是从自信启用 所以自信本来清净 因此如果我们要讲真正的戒定绘法呢 你这个自信的本心的心定 心地 你没有恶念 没有妄念 没有妄念 你就已经戒了 没有贪嗔痴 那你就已经是智慧的状态 你本来就是戒定慧 你不 好高乌眼 患得患痴 去彼取此 心地无乱 你自信本来就是定的 就是活在自信本来的状态 不要有恶念 无非 不要有痴心 无痴 不要患得患痴 无乱 你自信本来就已经在戒定慧的状态了 好 慧伦所说意境 自然是甚高的 但戒定慧呢 本来说的就是功夫 所以神秀所说的呢 才是原来戒定慧的意思 慧伦所说的呢 是 讲境界 从戒定慧讲 从坐禅讲 从五分法身相讲 从四红寺院讲 从三身佛讲 从五蕴讲 从什么讲都一样 都是佛性 自信 启用 所以我也可以说 这其实就是 哲学基本问题的进入不同 所以有了慧能的境界哲学 跟神秀的功夫论哲学的脉络的差别 好 成文记 毁泻 后悔以前的东西 感谢现在学到的东西 五蕴换生呢 换何究竟 所以呢 带着这个换生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不是究竟的 既然不去究竟的 还在这个不是究竟的五蕴之身 想要回去真如 那这样子呢 根本上还是不清净的 诗然之 又跟智成说 辱师界定会 劝小根智人 所以说 这个我说神秀的东西呢 不是没有用的 还是有用的 而且谁是大根智人呢 极少数极少数 绝大多数都是小根智人 所以我们要做功夫的话 还是要用神秀的 那个界定会的定义 无界定会 劝大根智人 若勿自信 义不利 菩提涅槃 义不利 解脱之见 自信直接作用就好了 这个佛会整天告诉人家说 我已经入涅槃吗 不会 所以我们 行佛之行 不必利 菩提涅槃 不必利解脱之见 佛会告诉人家 我已经解脱了吗 也不会 佛忙得要死 哪有解脱 菩萨 越高级境界的菩萨 能力越强 越忙碌 越救度更多的众生 有在那里入涅槃吗 也没有 所以哪有解脱呢 这个 人家问 维摩节居士 说 你是从哪里入涅槃的 然后才又跑到我们这里来 维摩节居士说 那如果 如果入了涅槃 那怎么会跑过来呢 入了涅槃就不会过来了 这样讲也是对的 但是佛就替这个维摩节居士 回答说 他在某一个某一个国土呢 已经入了涅槃了 但是现在呢 现在呢 又到这里来 重新这个救度众生 也就是说 大圣佛教的入涅槃 根本就不入涅槃 实地菩萨 这个佛 可以用入涅槃的观念 这只是借用原始佛教 你的朋友还是活跳跳的 活生生的 你还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 再度结缘 跟友情众生互动 然后去救度众生 像维摩节居士呢 就跑到了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 跟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们 这个世界的许许多多大菩萨们 来讲他所体会的高智慧 这些高智慧呢 过去佛陀在讲经的时候 都还没有讲到 但是不是佛不理解 维摩节居士所讲的 这一些大的智慧的话语 是因为娑婆世界的众生根器比较小 所以佛陀必须讲阿含、方等、法华、华言 甚至涅槃经等等 这一些的观点的东西 那个在诸佛世界的国土 飞来飞去、跳来跳去 那么自由的维摩节居士 他本来就已经是佛 在另外一个世界是佛 这个能够讲的东西呢 是一个更大开大喝的东西 那这个就由威摩节来讲 所以呢 在这个意义下 大佛是不利菩提涅槃的 不利解脱之见的 无以法可得 才能建立万法 那如果佛在那边入涅槃 佛在那边 哎呀我终于解脱了 那他可能得休息好几个钟头 休息好几天 休息好几年 就不会出来弘扬佛法了 所以 没有时间觉得自己有意法可得的菩萨 佛 才有时间去做不可思议的 无量无边的大功德 才能建立万法 若解此意 一名菩提涅槃 一名解脱之见 只是你不必浪费时间去明他而已 见性之人 利益的 不利益的 来去自由 无智无碍 应用随作 应语随答 普见化身 不离自信 既得自在神通 游戏三昧 事名见性 所以呢 他的所有的作用 其实都是化身的作用 应用随作 应语随答 所有的作用 其实都是等于是化身的作用 而这个作用呢 又不离自信 如果离自信 那表示什么呢 那表示有分别心 有执着 有我像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既然不离自信 应用随作 随语随答 普现化身呢 即得神通自在 好 那这个 我们不是大菩萨 我们是普通的人 这样子 但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能力了 我们会开车 我们会这个买车票 我们会炒菜 我们会盖房子 这样 我们会用手机等等 这一切也是人类的神通 就用所有我们的能力去做 对人类有益的事情 这就是行佛之行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类的能力会 会越来越提升 终于一天跟实体菩萨 跟佛的能力 一样大无边的能力 那这一切呢 就从我们今天 现在自己有信心 自己有自信 自己就是佛 做佛该做的事情 然后不要有 这个执着 傲慢 这些妄念 杂念 一路行去 这就是六祖坛经 给我们最好的 修行的法文 好 至成再起 诗曰 如何是不利 前面讲了一堆不利 不利非常重要 那学佛就是要利什么什么 但呢 得到了呢 就是要不利 不利才是得到 利呢 就停留在那个地方 其实那个东西 还没有完全得到 就是你做到了 就放下 再去做下一件事情 原来那件事情 才是真正的完成 一件事情完成 却停留在那里 要利 要等待 要等待颁奖 等待肯定 等待利益 等待掌声 这件事情 就没结束 就算掌声来了 也是一个虚伪的东西 你就是要做下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给他放下 这才是不利 不利才是有所得 才能建立万法 十曰自信 就是一直做一直做就对了 无非无痴无乱 这就是自信的呈现 念念般若观照 常理法相 自由自在 你做的都是 法身的事情 但你不要立法相 才是自由自在 综横尽德 有何可立 不必停留下来说什么 说三道四 说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等等 说初离二禅三四五六七八九禅十禅 这些都不必停留下来说 自信之物 顿悟顿修 亦无见次 所以不利一切法 就是直接理解 直接做 活在做的状态当中 就可以了 一切法不利 诸法极灭 有何次第 至称礼拜 愿为直逝 朝夕不屑 好像一副不肯再回到神秀的身边的样子 好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我们看下一个故事 至侧江西人张行长会武功 这个北宗的人呢 就请他来杀慧能 这件事情做的有点过火了 好果然来了 慧能有神通 他心通 事先知道 所以呢 就 好整理下 有所准备 行长来了 要砍他的头 就 让他砍吧 结果呢 砍不断 慧能突然讲话 把张行长吓坏了 魂不附体 正见 不邪 邪见 不正 只付如金 不付如命 这件事本来就不该做的 所以你做不成正好 做不成呢 不过赚不了钱而已 没关系 行长吓坏了 求哀悔过 即便出家 慧能就给他一笔钱 好 你先离开 你做这件事情 怕我的徒弟会找你麻烦 过一段时间 你改装来 我来教你 过了好几年 行长在别的地方出家了 就回来了 慧能说怎么来得这么慢 行长就说 这个很惭愧 很难报德 希望呢 弘法度过余生 不过呢 倒是有佛法的问题想要跟您请教 涅槃经 里面的道理 涅槃经最重要的就是讲 过去 现象 是 一般人错误的认识 以为现象呢 这个 是 常 正确的认识呢 是无常的 没有固定的 这个无常苦空无我 过去以为 生活呢是乐 所以追求欲望 结果反而痛苦 所以其实正确的呢 是苦 过去以为现象是实有 但是它不固定 变来变去 正确的呢是它不是实有 是空 过去对于自我的角色的认定 是有我 我是什么我是什么 很执着 其实这些都是虚妄 正确的认识呢 是无我 所以无常苦空无我 这就是原始佛教建立的正确的 认识世界的观念 原始佛教时候的佛法 当人们用这样的观念 来看这个世间的以后呢 那才会开始展开 正确的生活 八正道的生活 当正确的生活 操作季久 就越来越纯粹清静 那以后呢 那么 呈现出来新的生命 就是一个佛位格的智慧的生命 那佛性 佛位格有佛性 佛性是常 佛所做的事情呢 离苦得乐 带给众生快乐 所以乐 佛的存在呢 是真实存在的 是有我的 但是没有我之 也没有法之 但是是有我的 所以常乐我 这个我因为没有法之 没有我之 所以不是染污的 不是无明的 是真如的 是清静的 所以呢 是常乐我静 但虽然常乐我静 也不要执着 执着 执着就又不对了 总之呢 涅槃经是讲佛入灭之前 那么弟子不断的 劝请 注释 那么请问 然后呢 佛就不断的说了 许多新的观念 其中比较重要的呢 就是讲出了佛性 常乐我静 的观点 这样子 那现在呢 这个 行昌 就来问 这个观点 这个慧能呢 又再度改变了 涅槃经的定义 涅槃经讲 常乐我静 讲佛性 好 最后 慧能说 无常者即佛性 有常者一切善恶诸法 分别心也 那慧能这样讲呢 还是为了修行教化的目的而说的 反正一切佛法呢 尤其是大圣佛法 尤其是般若精神下的大圣佛法 都是一法不利 说事一物 说似一物 急不重 谁说 谁扫 好 你既然可以说常乐我静 那我也可以说无常 这样子 好 好 会能回答 因为他这样说跟 涅槃经是不一样的 所以行常就觉得很奇怪 那慧能就用他的思考方式 来做一个解释 慧能的意思就是 佛性是常 可是一般人还会搞错 以为佛性是常 等于就是 那我现在就已经是佛了 或 我干再大的坏事 我还是已经是佛 我的佛性反正是常 那这样反而是一种 好的智慧拿来 滥用 好 就像这个 蔡根堂里面讲 读书之前要先把心地弄干净 否则呢 就是这个 借寇兵给盗贼 借粮食给强盗 就让他拿这个东西做合理化 为恶的借口 果然 常乐我尽 这么好的观点 当人们心地不清静了以后呢 那也会滥用 所以慧能呢 就再度改变 于是乎就把他说 佛性呢 是无常 如果说常的话 大家都以为自己已经是佛了 都不学佛了 这样子 至于现象的世界呢 本来说是无常 慧能说是常 那如果是无常的话 就是没有固定共同的原理 就个人是个人的事情 那变成个个有自信 那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谁 有点像这个 郭相的玄民之性 郭相的玄民之境 这个世世无物呢 都是有他的自信 那这个自信呢 就是他现在这个样子 就自我合以化 所以呢 干脆说无常 好 因为这个是 拨乱反正 再拨乱再反正 所以这段谈话呢 我觉得比较 比较没有这个 禅法智慧的重大的功能 行常因而大悟 因手无常心 活说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由春齿实力 本来就是为了 救度众生 让众生学佛 开智慧的方便而立的法门 不能够善用 结果就滥用 这个阿露池水 你智慧不去截取 就在那边捡瓦力 捡烂东西 这样子 我今不施工 佛性而现前 施工是什么呢 就有意为之 刻意为之 不刻意为之 佛性反而成现 所以感谢老师的相受 非是相受于我义无所得 我是不可能得到这个理解的 如今彻也 一名致彻 彻离谢而退 好 最后一个故事就是 神会在讲他自己 松阳高氏子 十二岁就从玉泉来拜访这个慧能 施曰知识 就是有读书的聪明的小朋友 你远来一路非常的辛苦 还将得本来否 若有本则何事主 是说看 你是不是能够体会到 本来面目 如果体会得到的话 那么你是很有智慧的 说说看 神会呢 一副不客气 以无助为本 见即是主 这个答案对不对呢 这个答案是对的 而且这是唯魔结晶的 几乎是最后面的结论 这个世界最后最后呢 就是以无助为本 这样子 见即是主 既然已经无助了 反正任何展现都是可以的 那就看你怎么样的展现 怎么样的知见 这话说的太高明了 会能直觉的认为 神会呢 就是语言知识上知道 愣且经的言说法 而非如实法 所以呢 就说 这 沙米 沙米 真何而去赐予 意思就是说 这小子 静挑这些高明的句子 模仿来的 所以不认可 神会 还是很 还是很 很大气 很有自信 应该说很大胆 这样子 实力不够 但胆子很大 和尚坐禅 还见不见 反问会能 会能就打他三下 吴达辱痛不痛 神会呢 听了太多这种 两边不利的 聪明的话 就是说 意痛意不痛 会能干脆跟他回应 无意见意不见 这个 神会讲意痛意不痛 反正自己随便讲的 但会能讲意见意不见 到底什么意思呢 神会还真不明白 如何是意见意不见 诗允 无知所见 常见自心过千 这句话就在骂神会 不见他人是非好物 是以意见 见就是见自心过千 意不见 意不见就是不见他人是非好物 意思就是说 神秀小老弟 你 这个 还看不见 自己的过错 这个过错就是 学人家说话 以为自己了解那一个意境 你讲意痛意不痛 如果不痛那你就是牧师 如果痛那你不过是凡夫 会起称恨的 你问我见还是不见 就执着于两边 痛还是不痛呢 执着于生灭 你又有两边又有生灭 你根本就自信没有呈现 都是二分 都是分辨 都是分辨 所以你的自信根本没抓到 没有呈现出来 自信且不见 辱自信且不见 敢耳弄人 神会礼拜毁泄 就很惭愧不好意思 好终于乖乖听话了 辱若心迷不见 问善知事觅路 辱若心悟即见自信 依法修行 所以 那就好好修行就好 如果不会呢 就跟人家请教 现在呢 你处于迷惘的状态 自迷不见自信 却跑来问我见不见 大胆 无见自知 我本来就见 而且呢 是靠我自己独立而见 其带辱尼 不会被你这么一问 我就糊涂了 至于你自己 若自信 亦不带无名 也不会我这样怎么一说 你就糊涂了 所以重点是 你自己 要能够 呈现那一个自信 而不是跑来问别人 问我 见不见自信 神会礼拜 再礼百余拜 求谢过千 福情几事 不理左右 这样就对了 一天施告众约 无有一物 无头无尾 无名无子 无悲无面 诸人还事否无 只要是打疾风的时候 问任何问题 答案都是佛性 就像儒家 在任何场合 最高的价值 都是仁义之 这就是本体 所以呢 神会出约 是诸佛之本源 神会之佛性 也就是佛性 众生都有的佛性 神会特别加上神会之佛性 也没有不对 神会的佛性跟会能的佛性 跟一产提的佛性 一切众生的佛性 都是一样的 禅师问的任何问题 只有一个意思 就是要问佛性 问般若至菩提心 这样子 所以答案都是一样的 神会的答案是正确的 问题是这个答案呢 也不必说出来 一说出来就还是好表现 如果你是境界以上的人的话 都知道答案是这个 既然知道答案是这个呢 那就去做就好了 不必回答 达摩问问题 神光理佛一半 德无骨髓 就是这个意象 不必说出来 诗曰 慧能看神秀 勇敢的举手把它表达出来 还是停留在知见的阶段 而不是停留在有信心 并且已经在持见的阶段 所以说我已经跟你讲没有名字了 你却给他一个名字叫做本源佛性 所以你只是知识上了解 你不能够真正体会 从而去实践 凭你这样的一个程度 你将来呢 也许会有一间庙 把毛盖头 帮你挡风挡雨 这样子 做个住持 但也只是个知解宗徒 言说法 不是如实法 祖师面后 会 会 入今落 神会 大宏朝夕遁教 住显宗祭 盛行于世 是为贺则 是为贺则禅师 那其实神会呢 对于南宗禅的弘扬 是最有贡献的 功劳最大的 在郭子怡打仗的时候呢 这个帮郭子怡 画了很多的军饷 战胜了以后呢 又成为国师 生命力非常的顽强 完全把南宗禅的旗号 树立起来 所以呢 神会就安排自己 在慧能 的座下呢 就老师挨骂 那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文学笔法 老师会被老师骂的学生呢 就是老师最疼爱的学生 也可以证明 将来呢是 真正得到老师的智慧 所以能够代老师发言 弘扬本宗 师见诸宗问难 贤起恶心 多吉作下 敏而未曰 大家呢 因为宗派的关系 这个好胜 竞争 互相吵架 否定 所以就跟大家讲说 学道之人 一切善念恶念 应当尽处 无名可见 明于自信 而无名可明 明于自信 无二之信 事明实信 于实信上 建立一切教能 言下便需自见 诸人文说 总结作理 请示为师 实践这一句话 把这一句话呢 这段话当作老师 好 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处 恶念根本就不应该立 当然应该处 善念呢 善念就是去做那件善事就好了 不必立善念 不必立善念 立善念就觉得自己是善人 然后才去做那一件好事 觉得自己是善人才去做那一件好事 那一件好事呢 被你做的人呢 不见得能够 真正得到好处 反而是你自己呢 自我感觉良好 就像王阳明的弟子 从外面回来 跟老师说 我见满街都是圣人 王阳明马上回他一句话说 这满街到见你是圣人 你拿一个圣人来教人 人家看你都吓都吓跑了 你什么也教不了 把你那个圣人的这个姿态给他丢掉 以平常人的身份 姿态 角色 对别人恭敬 跟别人讲话 别人才听得进去 你讲的东西 你才教得到人 所以呢 恶法当然不利 善念呢也应当尽处 无明可明 明于自信 无二之信呢 才是实信 不起分别心 而做该做的事情 做完就结束 就没了 又做下一件事情 于实信上建立一切教本 每一件事才会有它真实的落实 言下便是自见 这就是无相境界的功夫操作法门的意思 好 这一品顿剑品也讲完了 那现在是这个9点40分 那我就不再多讲了 那还有护法品跟最后这个副主品 护法品呢另外的版本叫做宣招品 总之呢就是 金城来的人 跟惠能的一段谈话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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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